各位老友記不記得舊擺省城無線電波音台,有個帥仔許有民成日唱灰鞋語曲。 記得!這衰公是黎文偉在中華民國十四年禮省城開民生影片公司當時,讀過他的民生電影藝員研究社加碼。 後來他在廣州影片公司踩過出粵語片堂公義夢。 記得!你居然死! 提起那出粵語片堂公義夢,阿爺又此行奇。 不是吧?他又問在堂公義夢做太監高歷史,阿爺不通臨入木子變機老屁股? 屌那聲!我講那出戲裏面,有很多場遊艷星陳雲常, 恐獸雲和母女大跳艷舞炸。 記得當年公映當時,那群美女還隨便登台, 每場拍攝前, 先由陳雲常唱之粵語小曲, 然後由四個辣妹跳粵語片粉碎菇蘇台裏面, 然後由恐獸雲穿上的性感透視衣服, 和一群美女大跳艷艷浴感舞。 最後由陳雲常穿上唐潮古裝戲服, 唱一支粵語片至開畫。 阿爺的死鬼烏寒老爸, 便是夠喜歡買前座。 阿爺記得在第一行中間看陳雲常對大腿, 中間看陳雲常哭小曲, 和恐獸雲旦拉拉紋指筆 很爽口感! 懸貴正傳, 那首個功夫許宥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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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雷漢族。 那首個功夫許宥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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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最後還做了導演。 他由文嘉基對音樂都有研究,精通音律, 懂得嘉基讚曲。 他寫過《知灰鞋粵曲檸檬先生講故》, 在省城無線電波音台現場播唱, 唱道佳之漢文, 讓香港電台請他下來香港播唱, 收尾他來香港播唱電影劇作性用檸檬作藝名。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, 有出粵語歌舞片叫舞台春色, 套戲裏有年輕人樂隊組合, 叫做佛氏三兄弟,檸檬作大老, 肥仔劉貴康作二老, 壽骨師楊君俠作小老, 除了播唱電影劇, 他亦有演大戲《醜生》。 檸檬平時在片場中喜歡玩魔術給人看, 他亦喜歡玩足球, 做過香港足球委員會委員。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2月1日, 禮拜二, 在伊麗莎格醫院町舊死亡了,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2月5日, 禮拜六, 在大角咀, 九龍殯儀館舉行天主教喪禮, 有無線電視職員, 和粵語片明星, 如吳彩凡、 劉克酸、 張英、 李月清、 李鵬飛、 小麒麟和樂宮 去送他最後一程, 為體葬在長沙環天主教聖立法厄爾墳場。 就算了。